有过很多很多不同的国家 而我们的国家正在快速的发展 让我所到之处都感受到 身为一个中国人那种自豪 五星红旗在全世界都受到人家的尊重 我也深切感受到安全稳定和平 就像空气一样 只有你失去了 你才会知道它的珍贵 香港是我的出生地 也是我的家乡 中国是我的国家 我爱我的国家 我爱我的家乡 真的期待香港尽快能 第一我坦白说 我不认识他 真的 彻底不认识这个人 也不想认识 也不想见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不爱中国 你叫我爱哪国 我去哪 我都是一个中国人 我的小孩 我将来的后代 都是中国人 一定只能爱中国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是 我们经常会听到中港港的矛盾 这个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大家都是中国人 我从小在美国长大 四年前我已经把美国籍退回去 我现在是100%的中国值的人 我是中国香港人 我看不起好多人 满嘴都是 我是 我是什么中国人 其实 他们心里在问 我从小都是非常有民族心很强的一个 这样的人 可能在美国长大 自己作为少数民族 那种 我是要一种归属感 我很 很小已经知道 我们流着什么血 不然的话 为什么我选那么多的民族电影题材 从陈真 陈真那电视剧 不是人家找我去演的 是我选去演的 《夜问》 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一些 一个对白 就是有一场戏 不是说我出来打 一些日本人吗 一打石吗 我听到MCA造言 其实不瞒你说 我都有点 有点焦急 就是 我很想告诉 这个很想说话 以我的那个词的性格 我很想说话 我非常愿意和自己在中华 我身为中国人为名 我已经直到出生 我从来没有认为我是英国人 我不可以认为我是英国人 当97年出现一号之后 我们已经回归了国家的话 我们一国两制 我看地方出了事 谁去看我 我求回英国证据看 我求美国证据看 加拿大怎么说 不会 有用吗 身为一个中国人 我自己都会很骄傲 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中国人 都会有一样的想法 因为感觉很骄傲 就是会觉得 但是做这样一件事情 自己会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 而且很骄傲 我也是拿那个火炬 然后也觉得 哇好开心 奥运会的时候 对啊 那时候就会觉得 我有看过 真的 真的就是一个 一个很 很享受那份荣耀 我觉得 所以其实这一次也都是一样 对 作为一个就是中国人来讲 因为自己的这个国家 或者特别 我生在加拿大 但我完全相信 我说中国人 我可能不会不会 我说最好的华人 但我肯定知道 我的国家 和我的根本 我希望你们 记得 你从来 和什么 你代表 和什么 你能够做 以为我们的国家 和我们的民族 更好 所以 那是真的 我今天都要说 我只是想吝啥 我只是想吝啥 我只是想吝啥